圣都守卫严格,但是有血脉圣地的人带领着,自然是畅通无阻,很快地进入到了圣都里面。 圣都之中此刻戒备森严,但是也是一副繁华的景象,这里汇聚了整个天舞大陆无数的血脉室,而每一个血脉室身边都有着不少的舞者跟随,自然热闹非凡。 看到了圣都的繁华场景,秦晨和傅乾坤都有些感慨万千,仿若是在世为人一般,血脉圣地的长老直接将秦晨三人带向了圣都的核心区域,这里是血脉圣地的总部所在,此刻在总部的广场上已经搭建起了一个巨大的棚底。 秦晨他们一到来,就有迎宾的人前来了,并恭敬地将秦晨几人邀请了进去。 秦晨三人一进入广场之后,就看到了广场之上人声鼎飞,此刻已经坐满了强者,甚至除了舞者之外,还有许多的妖兽妖帝也在场。 青屋妖帝大人! 青屋妖帝一进去,之前心形被引起来的诸多落穴山脉北部血兽妖帝们纷纷地围拢了上路。 青屋妖帝大人,您终于来了,那两个人类无扯已经被青屋大人给斩杀了吧? 这是肯定的,以青屋大人的实力杀两个人类五帝,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 必须的,什么人类五帝啊,在青屋大人面前的算个蛋? 这些血兽纷纷地傲然道,引来了周围不少人类腔者不满的目光。 都闭嘴! 直到青屋妖帝冷哼一声,这些血兽妖帝们才是闭口不言。 而此刻,自然有迎宾的人员将青屋妖帝一行人带到了广场最前方的座位上坐下。 秦晨本以为血脉圣地的征讨大会只是妖雀、血兽一族的高手。 可扫了一眼之后,却发现在场中竟然还有无数的人族强者, 并且都是大陆一些赫赫有名的人族势力。 可以说,除了天雷城和滕甲死魔教等天雷城关系莫逆的势力之外, 其他大陆最顶级的势力几乎都有强者前来。 而坐在最前方一排的都是大陆各大势力的领军人物。 哪怕是坐在后面的随从,也都一个个的都是巨波级武帝, 在各个的势力中也都是赫赫有名的。 血脉圣地好大的手臂。 秦晨和傅乾坤也没想到会看到这样的一幕。 血脉圣地撇下天雷城等势力将各大势力都召集过来, 是想做什么呢? 争讨飘渺宫吗? 嗯? 突然,秦晨目光一宁,看到了个熟人, 金身武皇。 秦晨见到的熟人正是轩辕帝国的金身武皇, 曾经薛远帝国进入到古渔界的领队。 不对, 此人应该现在不能称之为金身武皇了, 而是应该称之为金身武帝。 毕竟, 当初在古渔界的时候, 金身武皇就已经突破了武帝境界, 是少数逃出去的强者之一。 而如今, 金身武帝的身上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已经是到了巨部武帝的境界了。 这也太偏态了。 秦晨案情, 这才多久啊, 几年时间呢, 金身武帝的身上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巨部武帝境界, 这等修炼速度简直是耸人听闻。 至少论修为, 幻影武帝似乎比这金身武帝还差了一些。 不过啊, 秦晨心中也只是微微吃惊罢了。 论修炼速度, 金身武帝虽快, 但是那也只是相当于一般的武者。 屈致, 当初秦晨等人还只是巅峰武王境界呢, 都已经突破到了巅峰武帝了。 金身武帝身为薛元帝国最顶级的强者, 从巅峰武皇突破到巨部武帝, 倒也不算是什么了。 此刻, 金身武帝和另外一名薛元帝国的强者坐在了广场前方, 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走上前来, 纷纷地和金身武帝身边还有那个一名强者打着招呼。 这名强者修为并不高, 也仅有巨部武帝而已, 但是, 甚至一些巅峰武帝上前之后都是笑容满面, 十分的客气, 并没有因为对方的修为而轻视。 无伤武帝。 众人纷纷地交谈中, 秦晨也得知了那人的身份, 乃是轩辕帝国的无伤武帝。 此人就是灭掉墨家, 号称风少宇左膨右臂的无伤武帝。 秦晨目光一眯, 这无伤武帝的修为不高, 传闻指示中期巅峰武帝, 现在看来应该是不久前才突破的巨部武帝境界, 论实力其实并不算强。 但是, 无伤武帝在轩辕帝国的地位却是很高的, 可以说, 是轩辕帝国除风少宇之外, 少数几个能掌控帝国话语权的强者之一。 此人谋略无双, 当初正是他带领着诸多轩辕帝国的强者将墨家给灭了, 也难怪他身边围拢了这么多人。 以无伤武帝在轩辕帝国的地位, 即便是天地山主这等坐镇帝国核心之处的巅峰武帝, 也要比他略微低一筹。 再加上轩辕帝国大陆第一帝国的威名, 自然引来了诸多势力的追捧。 不过, 无伤武帝和金身武帝来到了这里, 风少宇有没有来呢? 秦晨目光一明, 迅速猜两个人身边看去, 只是凭借秦晨怎么搜索, 都没有找到风少宇的踪迹。 难道风少宇没来吗? 秦晨咒门? 秦晨, 你怎么了? 傅乾坤感受到了秦晨的不正常, 传音询问他。 我看到了宣源帝国的高手, 宣源大帝风少宇很有可能也在附近。 风少宇? 傅乾坤扫了秦晨一眼, 他很清楚秦晨和风少宇之间的关系。 三百年前, 秦晨和风少宇是生死兄弟。 不过, 后来傅乾坤也知道了, 风少宇和上官汐尔暗中勾结, 这才导致秦晨的陨落。 见到前世的仇人, 秦晨自然是无法淡定。 这只是其中之一。 其二, 如果风少宇真在这里, 那的确是个麻烦。 当年的宣源帝国只是五欲极其普通的一个帝国。 可这两百多年来, 宣源帝国纵横百合, 一路吞并各种势力, 将五欲中其余的几大帝国进阶吞并, 成为了大陆唯一的第一帝国。 其最大的原因就是风少宇的实力。 传闻, 风少宇乃是他傅乾坤消失之后的大陆第二人, 仅次于飘渺宫的上官汐尔。 而宣源帝国也隐隐成为了大陆第二势力。 虽然这只是个虚名, 但是傅乾坤却知道, 能做到这一步, 这风少宇定然有不凡之处。 看样子, 飘渺宫如此信誓旦旦的原因在此了。 宣源帝国再加上血脉圣地中的这些叛徒, 哼, 的确是大手笔啊, 但真以为这样就能吃定我们了。 傅乾坤不屑地说道, 目光幽冷。 血脉圣地会长这个位置, 他是一定要拿回来的,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而是为了让世人知道, 他傅乾坤失去的东西, 总有一天会亲自拿回来。 在秦晨和傅乾坤关注金身五弟的时候, 金身五弟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懵得回头, 金身五弟啊, 你怎么了? 无伤五弟忽疑地看了他一眼, 没什么, 我感觉到有人在窥探我, 而且感觉十分熟悉。 金身五弟皱眉, 但是他却想不起来, 这种感觉曾经在哪里见过? 哦, 你看那方向是落血山脉血兽一族的位置吧, 那里都有你的熟人呢。 无伤五弟淡淡一笑, 你这是太紧张了, 也对, 你从古玉界出来之后就一直必死关, 过久前才出关, 很少在外, 所以有些不自然也正常。 哎呀, 这种情况啊, 本地见多了, 我宣渊帝国乃是大陆第二大势力, 占据五欲最广的地域, 虽然诸多顶尖的势力, 明面上和我们宣渊帝国齐名, 但是真要是遇到了, 在我等面前也要恭恭敬敬, 那落血山脉的血兽一族若不是双耳不闻窗外式的龙子, 就应该知道我们宣渊帝国人族的地位, 有些好奇也正常, 以后啊, 你要习惯这种注视啊。 无伤五弟说这话的时候, 一脸自傲, 他在宣渊帝国身居高位, 全秉赫赫, 自然有这样的底气。 今生五弟皱了皱眉头, 他知道无伤五弟的意思, 但是那感觉的确是十分熟悉的, 让他有一种心惊肉跳之感。 秦晨和傅乾坤跟着青乌妖帝, 很快地坐到了落血山脉一派的位置。 这不是青乌吗? 听说你在来的路上, 被两个人族给教训了, 还被杀了两个手下? 一个有着烈焰红尘的女子, 咯咯轻笑起来, 她身材曼妙, 温身火辣无比, 眉宇之间带着妩媚之色, 十分的性感。 屁股后面还有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分明就是一头狐妖。 呼吸, 你这身子痒了, 要我替你松松筋骨啊。 青乌妖帝冷横一声, 就你那小身吧, 恐怕没动两下就已经软了吧。 诶, 这两位本帝以前怎么没见过, 是你新招的小弟? 胡姬轻笑一声, 目光落在了秦晨和傅乾坤的身上, 笑眯眯地说道。 胡姬的目光无比地火热, 大有将秦晨和傅乾坤吞下去的架势, 这让秦晨和傅乾坤大感吃不消。 胡姬啊, 你他娘又发骚了, 这里可是人做地盘, 别他娘给我血兽里做丢人啊。 一个皮肤幽黑的大汉冷横一声, 足足有三米高, 脸上还长着一片毛茸茸的毛发, 嗡声嗡气的。 金刚, 你这是吃醋了? 前姐姐没宠秀你? 胡姬咯咯笑了起来, 调戏着对方。 黑色大汉, 显然是招架不住胡姬的言语, 烈丝帐红, 怒气冲冲。 好了好了, 本仙子可懒得和你们计较, 老祖可是说了, 在人族的地盘, 咱们得团结一些。 回头本仙子, 再好好和你们聊一聊人生。 这胡姬原本色眯眯的表情 变得有些庄重起来, 变脸的速度之快, 让秦晨都叹为观止。 此刻, 广场之上已经坐满了不少强者, 秦晨目光扫去, 看到了不少势力之人。 万宝楼等势力, 亦有着高手前来。 如果是别的场合, 秦晨肯定是要上前, 探查一下王启明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 秦晨只能是什么都不做。 而血兽一族这边, 高手也是极多的。 除了落血山脉之后, 还有其他势力的血兽一族高手也前来了。 人族和血兽一族的高手竟未分明, 彼此落座。 血脉圣地中也有高手出来招待, 但是, 秦晨和傅乾坤却是没有看到熟悉的邱普纯等人。 须致, 邱普纯已经提前回来了, 但是却是时辰大海, 音讯全无。 我倒要看看, 这血脉圣地到底搞什么鬼。 秦晨和傅乾坤静静地等待着, 片刻之后, 就听到了一声爽朗的笑声传来。 哈哈哈哈哈哈, 欢迎各位朋友, 以及各位前辈高手, 还有血兽一族的朋友, 圣都因为你们的道来蓬壁生辉啊! 随着声音之后, 一群气势不凡的高手从圣都中纷纷走了出来。 领头之人是一名中年男子, 皮肤有些黑, 但是面容给人却有忠厚的感觉。 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分明是一名顶级的武帝高手。 跟着他最近的五六个人, 也是血脉圣地的顶级强者, 各个修为都在巅峰武帝境界, 强得可怕, 看到这样的阵容, 在场不少的顶级势力高手们都是吃了一惊, 微微动了。 一下子出来了六七个巅峰武帝, 这血脉圣地还真是可怕, 不愧曾经是大陆的第一势力, 所谓的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果然名不虚传。 各大势力中的高手极度, 像是血脉圣地这般, 一下子拉出来六七个巅峰武帝高手, 还是极其困难的。 随着众人的招呼, 秦晨和傅贤坤心头都一沉, 据他们所知, 血脉圣地自从傅贤坤失踪之后, 一直分成了各个派系, 没有统一的势力。 怎么此刻阎官一走出来, 竟然被这么多人称呼为会长呢? 这是怎么一回事? 秦晨扫了一眼傅贤坤, 找我没到。 老傅, 这元官若是本上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你的大徒弟吧? 而且邱浦纯应该也属于他一门, 怎么…… 是乐丹丹丹 IBJ 地方 感谢观看